得凶起来啊 直接线上准备打优势 毕竟杰斯也被搬了 现在凯南 如果拿纳尔的话 感觉也没有时候特别的好 哎呦 这个如果拿赛恩的话 输出 输出 这把要拿赛恩的话 又是一个很拼的阵容 跟上把其实比较类似 前期很吃节奏 个人感觉赛恩的话 没有刀妹好呀 因为这场我们看啊 这就太看妖姬和卡莎的这个 输出了 因为现在人马基本上都是那种肉人马 对 对吧 然后上一场比赛不同啊 上一场前排很多的这个京东 他们的择力会有很好的这个输出空间 嗯 这一场虽然说卡莎和妖姬 跟输出能力是不俗的 但是左边有一个赵姓 由塔姆的这个双保护 会令右边的双C 其实团战的时候 能打出的输出是有限的 所以说这把 看乐颜前期的一个节奏带动吧 好的 让咱们一同进入了双方的召唤之甲果 目前蓝色方的京东 大场九胜 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季后赛的席位 当然他们还要把这个胜场打得更多 继续的往前面去进 而对于A来讲 目前八胜 还无法直接锁定季后赛的名额 他们急需这场胜利 是的 下一场A将面对EVG战队 凯南面对三直接带了个翠穴 这场 就像刚才讲到的 369是没有任何的发育的压力的 现场真没压力 三是一个比较笨重的英雄 是凯南相对于三来说太灵活了 虽然说凯南在现场并不能点死三 但是三拿他没办法 拿他真没办法 出击 这还有个爱理 也就偷偷摸摸扔个A一下 是 所以这场很看 strive和乐园的中野的联动啊 交际这场节奏很关键 所以带了点火 打乱一下节奏直接入侵了 那人马这边也是直接F6的一个开局 这种开局要看乐园的动向 在河道的时候 刚好被蓝四方视野所捕捉到 这个眼放的好 不过两边要换嘛 赵信在回来的路上 而且凯南有现权 不过赵信的位置马上就要被发现了 下路这边太坦卡沙打的还是比较主动的 赵信并没有选择换到底啊 并没有把这个下半区野区全部给换掉 是 他是想稍微保一下自己的这边的野区的 下路两枚AD也拼得也很凶 血量都已经比较低了 这个时候塔姆的作战能力会比较强 先给虚弱 打出了预言家的闪现 治疗虚弱直接打了闪 然后乐园这里也是指反了一个蓝之后就回去了 是 两边的人说换了个蓝buff也没有换野区 那人马选择的是把各个野怪给捎完 赵信选择了更快来到下半区 两枚AD这些血量都很残 我太坦身上还是有一个点燃在的 可惜他没有闪了 嗯 如果有闪的话 直接敲应该后部 直播走不了 对 而且蓝双方也很清楚啊 就是你人马是在上半区是一个慢刷下来的 而赵信是已经来到下半区 这个提节奏的这种刷法 刚说提节奏 邀机把W用了 要交闪了 嗯 得交闪 闪线直接挑 但是直接打出分身了 好凶啊 看他呗 是的 而且他自己有点危险 人马来得很及时 直接借兵位移 狐狸这边在忙忙挡 狐狸身上一技能 好了 哎呦多可以有狐狸 那应该可以化解 你面对有进化血液的要急 这样去打 比较激进 很激进 那这一波勾勾到的是迷紧 把电人给了塔姆 塔姆还是比较肉的吃下了这波伤害 是 但是因为塔姆白顿消失过后 自己的血量也太不健康了 再找机会回家 预言家很想打断一下 但是你防御塔很近 不敢 而且赵姓的位置正好在下面 虽然他可能 不太清楚 但应该有点感觉 毕竟赵姓刚刚在中路露头了 是 这场坎拉威打的状态兴起啊 我刚才在对抗妖姬的时候 稍微还是激进了一些 是反倒把自己的上线打没了 3.9凯南继续欺负一下赛恩 这赛恩Q的时候 就站在Q的范围外面看着 是的 但是其实双方都没有任何打野干扰的情况下 赛恩前期只要不被压太惨 任何赛恩玩家都可以接受的 赛恩其实面对凯南的点 也没有说那么怕 对 那他其实把自己的刀捕好就可以了 人马这拨在往上面靠 而且上面是没有蓝色方视野的 这拨有没有视野保护啊 有点危险 他应该是想把兵线清完的 兵线刚刚好清完 一踢没踢到在那Q里 哇 这如果踢到Q里就太美容化了 是的 而且这拨3.9E是有CD的 直接拉开 而且看到人马在上 这卡拉威直接卡点开了 这龙高升的一瞬间 直接一个惩戒砸下来了 哈 他们应该也是绕了一下视野 过来帮帮打 他刚刚应该是钻过来的 是 这场金龙很清楚 节奏放在下半区 只要不让IT后面的龙的节奏就OK 因为咱们BP的时候也讲过 左边因为金格斯有他们的保护 独立自己又比较的灵活 哇 大招直接清线 虽然说 iBoy卡莎也属于后期类的英雄吧 但是 总体上团战的时候 因为他会被赵姓啊 等等这些英雄限制一些输出 就这个版本 卡莎的后期能力跟金格斯肯定是 团战是比不了的 虽然一位一卡莎有机会杀金格斯 但打起来团的伤害制造能力 还金格斯强太多了 是 下路预言家 刚才又想去主动出锅 因为人马已经来到下半区 那刚刚说人马人马就已经到了 这个位置是不错的 爱奇自己的小队部 踢的一瞬间自己被套上虚弱 但是立刻后部都被勾了回来 已经会造成击杀 泰坦是拿到这个人头 是的 后部这波好像回头A了一下 正好进了一个泰坦的宫子范围 是的 这波浇了双刀之后还倒了 那感觉R1是 终于顺利找了一波节奏吧 嗯 但成功在下带来一波节奏 同时预言家好勾啊 是的 可惜的就是人头是在泰坦的身上 这波怎么说 只能说还好没勾到吧 勾到了感觉泰坦就走不了了 那又是有点危险了 后面照性在金格斯马上也到了 塔姆还能减速你 是的 海胆还有闪现呢 呃塔姆 但总体上R1的 至少在ADC方面现在已经领先很多了 确实压刀还是有一些的 上路3也总算是熬到了6级 这场RA 其实就像上一场小局的京东一样 等一等中期的时候的这种节奏 让自己的开团能够发挥出来 中期打架的时候 RA这个阵容确实还挺厉害的 嗯 关键其实就看这个拳是不是会打在棉花上 嗯 左边有一手塔姆 同时有一手照性 可以让你远程的输出伤害 减少很多 有可能会存在你一波开进去 但是发现啊 可能叔叔打不满 先锋刷了 R1应该是准备直接换肚层了 下路川主这个险点还没过来 而且京东是已经提前换线 凯南现在已经下去了 这先锋 有可能打不起来了 这个就是让原本就优势的i-boy 继续去单吃肚层 对 另外一边京东是继续牺牲一些金格斯的发育 更多的去攫取团队资源 金格斯这波还吃了上路线 感觉他也没有说牺牲特别多 顶围一下369 39开车可能开不太动了 是的 闪现之后被魅惑回来 车也被打断了 狐狸这边应该还有一根大招直接走开 他回头Q了一下 可以有两个人 但这个位置没办法 四个人在追 是的 那看看上路 这个肚层 金格斯塔姆先要把兵线给运进去 嗯 摸一摸塔要不要直接放了 因为卡莎这边下路一会儿可以吃很多层 凯南已经被打回家了 大刀跟闪线都被打出来 有可能是要直接放的 摸两层之后就放了 哦准备再等一下吗 那而也感觉也还可以接受哎 这个再等一下 酸被抓掉了一个人 但是卡莎应该是有吃了三层 是而且本身卡莎他发育的就好呀 这波后腹本身是牺牲了一些自己的发育过来先疯团的 是 准备把线换回来 因为小龙要刷了 嗯 静东想把小龙的节奏控住 而且可能卡拉威想的是 这个时候给金格斯吃并没有办法在中期接战的时候让金格斯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可能等会儿会给凯南或者说狐狸去吃这一下 要给前妻的这个节奏点 或者是觉得吃了会不会 一会赶不及小龙 所以先回来了 毕竟现在时间还有吗 刚这边也是看到就是 泰坦是点果子过来 直接给了他这一波压力 或者他就要大招给闪 是 凯南呗 凯南这波闪现差10秒钟啊 双方上野有沟通吗 凯南没没大的呀 对没大的 但cube也没有闪现了 他这个位置也没大 应该也是走不了的 所以现在两个人一些小技能跟平安 感觉就可以把它处理掉 啊还行 那这个小龙就困不了了 人吧也是直接一个人开动 还是要给凯南去吃一下这个肚层啊 稍兴盈看一下先锋的释放 对啊得抢一圈塔了 因为这波 stryway在往下靠来给压力了 应该是想抢一圈塔的 这个时候狐狸有tp 如果想强行去抢去手下的话 狐狸是可以直接下路去交踢的 前面三也交踢 但是落地了一瞬间 这样会被撞掉了 对 凯南这个时候刚好有大招的 但是自己的血量实在太低了 是 但凡多个200血可能就上了 好 好那京东如愿以偿 一切塔撞掉 同时给前中期的节奏点凯南给吃的 下落后不喝就只能 再抗一抗压了 京东拿下一切塔最后的胜利有93%哦 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这场ra的ipod是最肥的呀 是的 这ad上对位应该已经领先了很多钱了 因为这补刀就差了比较多 是肚层上卡扎也单吃了很多 嗯领先了仅仅一千块 等马乐言过来有机会能越吗 但小兵已经垫完了 小兵垫完了两个人强行过来 再先动了一个大招 人马也被垫在塔下 人马大招强行放 好的三的 食品过来扛塔了 是的 很关键啊 因为不然这拨人马可能也要被换掉 但是因为ra的上野在上路动手 卡拉维盛时来下 反射一些肚层 是 这拨散的塔下处理就很好了 因为确实一个坎南的塔还挺难跃的 而且因为他先把小兵给电光了呀 对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但主要还是第一时间 cube在顶塔 他当时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 回家之后凯南火箭腰带 塔姆很想打一波先手 卡拉维在旁边 i-boy的位置是有点危险的 有双招 有双招 给交了闪 下路两个人都交了双闪 这波可以不留了 而且只有李狐狸也包过来了呀 原本i-最肥的下路现在 发育节奏会大大受制 就中路拿到兴权之后 直接下路打了波双闪给压力 想拆这座塔 都让金克斯吃点肚层来补一补 是 感觉这段时间人马一直是没有围绕着i-boy 这个点就打呀 嗯 原本i-boy是 这场最肥的一个点 然后上路撞了一个肚层之后呢 人马就一直想去干上 直接一个耳翼的先手 勒夫兰一撕血 这个位置应该有机会走 但是人马又有点危险了 他自己身上没有大招 直接被留住了 乐言这里节奏彻底断掉了 是的 而且刚刚下路卡莎跟泰坦的回程 还被金克斯打断了一波 下路金克斯也是把这个塔直接拆掉 中路里面又杀了一波 原本金克斯这个点 都几乎是京东前期要战略性放弃的点了 是吧 京东 首先是京 我们看看又想抓一波照信 照信是要没有闪现 但这个位置后续好像跟不上 冤家还是闪过来 但这个位置已经勾不了了 有妖极的掩护 原本我们想一想 卡莎因为前期打得很顺畅 后普格的金克斯是放弃了 自己的一部分发育去拿团队资源 是 而团队资源的这个先锋 考虑到给金克斯前期吃 可能金克斯在前期发挥不了太大作战作用 于是给凯南去吃这个一血塔 但是就是这样 金克斯他原本有点战略性 在早期放弃了点 结果反而下路又反射了他 对 还是这个肚层虽然是有人分 但是毕竟也吃满了 我还是觉得刚才就是乐言 应该就围着iBoy就打就好了 让iBoy能够快速地把下塔推 这让iBoy快速地转现 这才能对于RA来讲起节奏 而且去抓那波上 收益也不高 收益很低 毕竟是上路的一换一 是 就是其实肉人马和肉赛 谁吃人头 效果都没有那么的明显 都没有卡莎好 对 因为卡莎肥呀 这情形 现在让最肥的点又收下去了 现在两边ADC的 仅仅应该几乎是持平了 因为现在 都是海妖加一个1100嘛 那现在对于京东来讲 整体仅仅仅2000块钱 反战的时候 就像童夕讲到的 金哥斯现在也有一个大件在身上了 有塔姆在 有塔姆在 就是赵熙来的也很快 阳高这边也在路上 凯南一直在附近的 这边瞬间中午五个人都要到了 玉岩家这个位置没有闪现 直接勾抢走 差点被留啊 这个时候刚好小龙刷歇 怎么凯南有闪有大 不过他是没有位置去绕后了 要进行在下路站住了 是躲在这个水槽里面 strive想来不绕后 也发现了 但是已经被牙膏走 盈防住了 魅惑到在街泳装 妖姬第一时间 甚至自己要被秒 狐狸跟下去 伤害第一时间没打上来 只能又穿上来 两边中单互换 决战 但是凯南已经捅到妖姬 脸上瞬间 把妖姬捅穿了 并且凯南天雷闪 闪到三个塔姆 一顶三 这个河流之王 塞了起来 也被打散 三来九 直接一闪现 瞬间秒杀人马 再加后续W电 狐狸秒杀了卡莎 看一下一波WK 最后只剩三个僵尸 狐狸无缘 这波又是在小龙 打了一波零换五吗 京东 因为第一时间 虽然你看京东正面 留人留得特别好 这些combo都完美衔接 但是金克斯 掉了一整个大圈 在最后的时候 才切入了战场 但是RA也没有扛住 是 而且RA本身 这个阵容 它就两个C 第一个C 两个输出点 要几千被打残了 不要几千被打残 被赵姓捅掉 凯南也是大招 直接打了三个人 后部这边是上来 救了一下牙膏 这个凯南一打三 然后塔姆 顶三个 对顶三个 感觉还是 时间卡的比较好 因为狐狸是先手 开了大招 是 等到他后面 开始参与击杀的时候 他大招的这个 持续时间还在转 所以他可以刷新大招 做继续的追击 strive还是有点想当然了 他也想知道后 但是自己那个地方 缺乏视野 直接自己 对 视野做的不是很好 因为也可以看到 京东现在还这边 四个睁眼 牢牢把控着视野 那这一波过后 RA的节奏就有点 裂开了 现在很难打 因为他现在 没有一个点位 是优势的 大家可能发展的 比较好 也是一个军事的状态 是 这战略点 已经出了 小林刚才拆了一座 战略点的一个外塔 看整体上 京东已经领先五千了 嗯 同时各个点位都比较肥 至今的斯坦是还没有人 出的入障 看狐狸很肥啊 是啊 感觉狐狸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军事 跟他超前发育的一个 伤害 就跟别的英雄不太一样 嗯 他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英雄 对 想再次提速 赵新要不要捅上去 又是由蓝瓷王 京东几个人卡住下载的路口 先推中路线 一会儿要动直高二先锋 狐狸的女妖面纱是被破掉 哎 这队位已经领先一个大件了 又是在类似的位置要做蹲服 那 对着iboy的回程组装备 二先锋 都有京东 收入囊中 是的 这先锋本来也是要放的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 有比较明显装备差 如果应接的话 可能会让阿姨更被动 是 就想蹲一下腰肌 二前锋 带着一个大炮车兵过来 节奏打得好快呀 一点也不给阿姨闪息的机会 是的 三里就直接用火箭腰带去压身位 还可以再装一头 卡莎这波已经做了收集者 两件套 阿姨能弄着就会打一波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想开的话 左边有塔姆啊 塔姆要不吃牙膏 他省住了这一口 这伤害也太高了 泰坦都直接被鸟了 是的 人马和赛恩还捏了自己的大招 暂时不愿把这波弹开起来 自己赛恩已经被挑飞了 第二波叫了个闪现 就刷了个自己的W护盾 还好 还好自己是没阵亡 是的 这波还追的话就有点太急了 因为现在才20分钟 但现在高低已经破了 一会儿回去补补装备 这个大龙感觉都可以动手了 是的 那下一波比较稳妥的话 还是先把这个小龙拿下吧 这场对于阿姨来讲 那就是节奏自己断的比较厉害 是的 就虽然上前小龙他们抢到了 但现在 也没办法来拯救自己现在巨大的劣势 是的 你找经济差的已经很多了 六千块了 而且在正面 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找到很好的开船的角度 这个阵容虽然有卡杀 但是因为其他几个人打大龙速度都没有说特别快 想直接在二分钟时候动大龙 机会也很小 于是阿姨把这个目光瞄准呢 自己的第三条小龙 能再打拨小龙团了 看看369这波的发挥啊 Strive又在敦服 在刚才他被敦服住的草虫 所以这次他也学乖了 不敢轻易上前 小龙先被人马给控掉 拿到了这个资源点 因为人家第一时间可能又要被秒了 这人也被打残 第一时间卡兰卫在战场中心 势富可挡 再次捅了上去 三人背后要卖掉自己了 上野两个人都收入了凯南的囊中 蓝色们还是没有一个人的阵亡 三人就WQ之后 艾豹也被堵到了墙角 应该有狐狸 可以收到这个人头没有 这个人头再次被三人就拿到 三杀再少的凯南 雷公再次抖擞 卡兰卫找到了真正的妖姬 但妖姬小吃一口果盘 反杀了赵姬 哇 所以我凯南这那三杀 死战舞最后这一波 操作还是比较细节的 是的 先假装自己是分身 在那边不动 然后闪现去吃了果子 走飞机之后回来再反杀 卡兰卫感觉有一瞬间 师傅可能真的被骗了 但他确实一开始追的是真的 是 那正面虽然阿姨拿到一条小龙 但自己这边阵亡了 应该有四个人吧 经济已经七八千块了 虽然小龙没什么压力了 但是下一波 京东回去补一波装备 可以直接送大龙了 这个团战打了 就会让红四王 哎 他难受在什么的 就我是个冲阵阵容 结果谁冲谁啊 说好的我是个冲阵阵容呢 狐狸十层输 带着七千多的经济领先 京东开始包围了大龙 好 这个时候Cube只能下路去单带一下 哎 这个时候找到一波机会 三六九 关键时候给机会了 密室里面闪现想吃 但是也没有吃到 那这个位置后续还能换掉人吗 这个时候三可以继续带一下 哎 这波是若富兰找了一波机会吧 应该是 是 三日的时候带一下下路塔 是的 机会找的还不错 让赛恩的单带上面更舒服一点 再加上这一波京东也给不了大龙压力了 嗯 因为本身这一波京东该是五个人包团 去清大龙 然后打三TP的一波 哎 有没有可能赛恩绕过后啊 这波 不过三六九 TP大招也都有 都有 那因为赛恩一直没回来 赛恩踢了 踢了 这有没有可能成为阿一最后的机会 那这边是有眼的 知道 赛恩这个狭窄的路口是不好开车的 凯南那边也复活了 踢过来 把TP说实话 这个位置不好 最后只能反向往家里去开了 开了个逃跑车 很痛苦 突然又吃到了双C的伤害 这次大火箭差点把他带走 Cube吃到正面第一波的伤害 凯南有没有大招的机会 想省下自己的大招 众人乱全将Cube击杀 同时还推掉了高丽的塔 他感觉有机会 拼一下我就会一波 因为中路线马上也要到了 因为右边这个阵容 没什么倾线能力 两个冰线的压力会很大 是 阵亡了一个前排的Cube红色帮 能不能先把冰清掉 看又一波小冰要过来了 慢慢的磨 看看想先大清紫 大出来一瞬间 凯南被塔木给吃掉了 那这样凯南反手的踏一踏 乐言在踢到人群当中 你总没要看你倒地 乐言开启了一手急跑 跑得飞起 要不踏上去 先吸一波伤害 暂时阻挡住蓝四方推进的步伐 得走了 因为这波京东几个人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了 而且尤其是AD吧 血也没了 蓝也没有多少 是 但这波已经狠转了 梅亚塔应该是拆了一座嘛 而上路高地也破掉了 回家补给一波 火力的杀人书是14层 我刚才就看后腹 怎么又多出了一个 这个火炮的小板件 啊 我看了半天 我说选色就要出啥呢 然后卖了 双火炮拉面金克斯 可以 腰机在蹲伏 但是金克斯始终给它 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他努力大 腰机上立刻被套虚弱 有个爆破果实 踩到了天涯海角 赞尾的大逃亡 摩尼米座二段是回不去的 他又暴露在蓝色王的视野当中 红色王其他几个人 直接去大龙 赞尾能不能去拖住 其他几个人已经去大龙了 摩尼米座二段 腰机挺灵活 好准的闪现翼 那这样腰机在野区的蹲伏 再次把自己给蹲了进去 这样也让I师族去抢夺 这个水龙龙魂 似乎要成为了泡影 对 再把这水龙先打了 终上没线 就是位置过不来 腰机也倒了 技能温温拿到自己的第二条小龙 并没有更加强势的 利用妖机之波阵亡去逼迫大龙 毕竟如果直接等大龙的话 RA拿到水龙魂还是挺难处理的 虽然正面团还是很有机会能打的赢 是 所以先把这个小龙节奏给稳下来 金克斯这波直接无尽了 装备比较稳 狐狸现在也有18层输 狐狸现在也有18层输 加高把对手的蓝巴布给反掉 同时这个时候RA的活动范围很小啊 野区要被蓝色王所入侵 同时上路也没线 因为现在RA的塔掉的太多了 是 这野区做视野真的很危险 现在都还好了 是一个应付 都很难做 都得让自己的兄弟几个陪着一起去 只能一步步探 尤其这个时候 如果RA想在野区抱一抱团 推视野的话 其实中路又敞开了 刚才中路敞开 他就直接想去单杀 但是自己伤害就是差一点点 而且自己是没有秒表的存在 一个大火箭 刚好打到乐眼身上 并且箭射死了妖机 双方上中一波互换 爱豹要被找到了 太坦有一些没有保护的能力 所以他只能去选择卖掉自己吗 还好自己开了个鸟盾 他自己再次被赵新捅到了脸上 鼓励又挂了一个Q技能 爱法下的暴雨打到狐狸 但是被他们一口吞掉 保证了狐狸 没有受到击杀 赛恩有没有那么的幸运 Q技能Q三个 人马到后排 想去找牙膏的麻烦 双C 蓝色王双C的还在拉扯 人马乐言一个人想去找双C 但是双C的输出伤害 使得太高了 蒋局长会不强行一脚 蒋局踢死自己 打得回减 还回了起来 这个呼吸的正面能不能扛得住 塔下再次被三Q起卡拉维 没有受到最后防止他的伤害 正面野斧两个人空间打得比较满 但由于双C一直过不来 被乐言牵制的很久 所以那这波京东也是 只能再次把这个中度水晶破掉之后 然后撤退 这波打得惨烈啊 是的 就是这一波一开始就是 虽然我跟上一波 其实类似于同样的方式 找到了凯南 但同时这一波 相当于也是开着扫描的反应也很快 但可惜了一点就是旁边有乐言在 不然可能两个人会一换一 但后来金克斯也是拿自己的大招 收下这颗人头嘛 但正面这一波就是 因为塔姆是把自己的大给了狐狸 所以导致金克斯特别危险 而后续的一个处理也是比较的清晰的 他们是一直在听着金克斯在找 不然如果这波没有看到后铺 位置 很有可能金克斯这波正面可以收割了 这波乐言在后方其实造成的压力是很足的 让牙膏和后铺没有办法在正面去打伤害 对 然后凯旋 还依旧是拖住了这个节奏 并且把之前 这8000左右的经济现在还是继续缩短 金冬迟迟找不到一波大猛的节奏 嗯但是现在 依旧有个中路的兵线优势 牙膏再次用大招想去找机会 来一来一来 金冬很想去蹲一个拨人啊 很想去蹲一拨人 然后去逼大龙 逼大龙怕被抢啊 右边这个前排两个还是挺扎实的 而且现在卡莎也有三件了 而且人马是属于那种可以跃下来去抢龙的人 但这个时候还少了一处边线的这个兵线压力啊 上了水晶已经复活了 是的 strive 还在蹲 还在蹲 先打了塔姆一套电刑 照进二话不说 直接去捅腰肌 捅股飞掉了 金冬斯捕了一波伤害 哎 腰肌又被秒了 艾波也被捅飞 艾波就往后撤了 实际上被套了一手虚弱 艾波也套成自己的输出位置 开了个异技能 自己虽然说有一定的输出位置 但是蓝色方直接要先打红色方的前排了 是 六波也被留下 那上中两个单人线倒掉 蓝色方是有机会直接一步进去场比赛了 三强 尽力清线 还有这样的狐狸拳直接一下 遗到了卡莎 哇 卡莎也到 那我们要恭喜京东 拿下这场Bio3 2比0战胜RA 恭喜京东 哇 再次恭喜京东啊 这场比赛拿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对于RA来讲 虽然说自己拿的是一个冲阵的体系 但是反而自己在前期 丧失灵灵的节奏之后 在中期一直是被京东找到机会 对 其实就是前期 节奏打得不够快 然后经济没有说有多领先 但反而的话 左边其实稳步发育的蛮好 尤其是几波换塔 嗯